防堵新冠肺炎政府要求入境者全面居家检疫 现在全台湾超过两万四千人被列管 如果你是居家检疫者而违规外出 只要你踏出家门一步 只要踏出家门一步就要被罚十万块 所以一步的代价至少就是十万元起跳 如果民众持续在外面啪啪噪 将会依照你三次离开家时间的长度 还有影响范围来加重处分 最少十万最重罚一百万 指挥中心最新财阀基准出炉 去国外旅游市区居家检疫者违规出门两小时内罚十万 二到六小时二十万 六小时以上三十万 一天到三天六十万 出去超过三天重罚百万 违规两次得接受强制安置 与确诊病例接触过的居家隔离者罚更重 踏出家门就是二十万起跳 离家二到六小时三十万 超过六小时还不回家罚五十万 出去一天到三天代价七十万 三天以上吃百万罚单 而且只要违规一次便强制安置 过重啊 我觉得应该蛮过重的 算是一个遏止的作用吧 也是保护自己啊 也是保护自己的家人 是一个手段 然后重点还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功德心 台北市统计居家检疫七十人违规 开罚两百二十万 仅一位百万大户还没缴钱 新北市五十五人违规罚三百三十万 但目前仅收到两岸十一万 被公布名字的永和卢里永 五十万罚金尚未缴纳 新竹县唯一违规的林东京 被罚一百万 限四月七号前缴亲 对于要被裁罚的人 请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 纵使如果一时找不到 扎板也找到的 一定会罚到底 港铁部长陈时中放话 一定罚到底 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者 都别想挑战红线 记者谢君仲 邵玉敏台北报道 都别忘了